疫情风控期间 团购成为很多市民获得物资的重要方式 可好不容易团购来的一些物资却频频失踪 我们之前就曾经说过这事 这让丢东西的人气得要炸废 这些物资往往都是被一些肖小偷去的 你看比方说丢了瓜子 这种东西不值什么钱 但是竟然就有一位穿深色上衣的男子 顺走了一大包瓜子 这个北新金派出所抓到他以后 问他他并没有参加团购的瓜子 但是他却拿走了人家的瓜子 所以郭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像这种人他不会只做一次案 只是拿瓜子而已 在他家里面就查出了 鸡蛋鱿鱼丝等等的零食 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 社区团购中失踪的物资 但是郭某坚称这些都是他自己买的 于是警方把他带回派出所进行 进一步的调查 其实把这个监控一回放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一些高档小区里面 也有那些租房月租都过万的那种人 也去偷东西 也去拿别人团购的东西 以为拿不算通吗 拿走了就可以吃吗 所以世上的事情不是自己的 千万不要动 勿伸手伸手必被捉 对这个公路人的奥给扩 不必请继续 这是老船 一直都 relev 我去除了 我去除了